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我是Leslie HELLO,大家好,我是Leo Leo,今天的開場相當特別 我們身處的是相信很多香港朋友很懷念的 港珠澳大橋口岸珠海人公島 對於這個地方來說,我們都很久沒來過 相信電視機面前的朋友都很希望能夠在這個地方 通過這個位置從香港回到我們這邊來玩吃東西 沒錯,去收樓,看樓等等 今天為什麼我和Leslie又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要從這裡出發,帶大家看一個新盤 為什麼這個盤值得大家這麼震撼地 必須從這裡開始呢?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先給大家一點點顯示 首先第一的是,今次的這個我們特輯分為了好幾集 建議大家一定要收看 為什麼呢?因為今次我們介紹的樓盤 首先第一的是,品牌大,location漂亮,質素高 在我自己的認為來說,這個盤甚至是我自己的gym house 因為它無論是一些大單位以及一些細單位來說 各有特色 同時,我們今天在這裡開始的原因 是因為真的可以清得上這個距離 相當相當之短 大家從香港經過大嶼山 從我們的港珠澳大橋來到這個位置 僅僅10分鐘以內就可以到達 其實坐落於我們珠海的十字門中央商務區 我們今天帶大家看的樓盤就是我們中海的地王 這一塊地就是我們去年2020年珠海市的地王 也是珠海市開埠42年 到今時今日為止最貴的一塊地 高達105個億 也是珠海第一個破百億的大地塊 當然這個地塊除了註冊之外很豐富 有幼稚園、教育資源板塊、商業板塊、一級倫理中心板塊等等 屬於一個在市區內罕有的超級大型中合體項目 沒錯 當然,其實對於這個項目很遠不好 很多時候可能以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們會帶有主觀的因素 所以今次為了證明這個盤 真正如我們所說的金正 我們決定全方位去解剖這個樓盤 展示給大家看 沒錯,一直以來我們A-House 可能在很多朋友的心目中 我們都是一個最了解中海集團開發商的公司 沒錯 我們可以很有底氣地說這句話 的確我們對這個品牌旗下所有項目的設計探討 甚至工程的細節我們都一一有學習過這件事 當然對於中海來說我們自己是有少許情懷的 沒錯 這個開發商的質素的確是高 令到其實我們自己在業界內 是一個非常有好的名望的開發商 對於我們自己來說的確是信心滿滿的 這次這個樓盤可以說是我們今年 我們年尾第四季度收官之作來的 大家知道我們是中海十里觀欄賣得最好的公司 沒錯 我們對中海一系列的產品來說 是有自己最獨特的一部份的見解 以及我們會將其實每一個盤最精細的每個 Jana每個角度的細節位都通過畫面奉獻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開心 沒錯 其實說了很多 第一個解剖就是從我們的港珠澳大橋口岸 到底去到樓盤實測需要多久 立即實現一下 攝影師會跟著我 我們全程中間的道路就會加速給大家 不浪費大家太多的時間 到達項目的預計時間大概是十分鐘左右 我們會計算一些道路上不必要的 一些塞車的情況或者特殊的原因 我們稍後留本再見 好 沒問題 一般情況之下我們從港珠澳大橋的人工島出發 一般情況之下我們大概需要 幫助攝影師計算安全帶 好了 我們給鏡頭我們面前的時間 我們立即出發 我們就啟動我們的時鐘 好 其實這一段路 其實大部分我們來內地看過樓的朋友 尤其是看珠海樓的朋友 很熟悉的了 由港珠澳大橋出發之後 經過下沉隧道 進入到我們的主城區拱北的範圍 可以直接上高速的 第一段高速的落橋的位置 就是在我們珠海的灣仔和十字門連區 大家知道包括我們的雙碎松龍灣 就是屬於第一站的產品 同期落到去和橫琴有交界的位置 也是我們保十琴中心立交的位置 我們可以見到保水區 見到我們十字門中央商務區 和我們的橫琴大橋入橫琴的位置 而我們今天看的產品 其實就是在十字門片區 我們珠海中心和珠海會展中心 正旁邊的臨海極品地塊 我們叫做中海的環雨天下 好了 現在中間這段路 我們就一起加速前進 稍後我們到達樓盤再跟大家詳細說 我們想到達樓盤再多放回 好,其實我們根據面前的時間可以見到 真實的行車時間就是一個13分鐘左右的時間 由於今天我們橫琴路口的這段施工路 貨車比較多,中午這段時間塞車真的很厲害 再計算塞車的時間,我們平均時間大概是13分鐘左右 正常的行車時間大概是10分鐘 好,Leslie已經到了,我們馬上下車 好,Leslie其實帶你來見到,我們身後的位置就是在我們中海環宇天下,我們三號地塊的主入口 好,稍後我們都會在這邊展開一個很完善的一個介紹,我們會由周邊開始 不如看之前的話,先去航拍給大家感受一下目前處的地理位置 好,沒問題,立即去航拍 太陽時間,我會有藍綠 stabili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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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的景观带 背后这个来过十字门的朋友一定知道 有一个我们的山体 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杂草丛生 都没有经过修整 未来这个地方是会移山 作为开发地 还是进行加以改造呢 介绍之前 我们先补多一段航拍的环素镜头 看看我们后面山体的情况 防线 通过我们画面都可以很清晰看到 其实我们背后的这座山 就在我们这一条通航一路的左手边 亦都在我们后面环与天下的旁边 隔着一条马路的空间 到达我们猫山的森林公园 这条猫山森林公园 是整个十字门除了我们的黑白面将军山之外 是唯一一个在城市中心的自然的身体公园 未来是会打造成一个有步行径的身体公园 换言之未来住在我们环天下的朋友 你最想行山的一个距离 最近距离的话 其实就是过一条马路这么简单 这一条公园径 就是会由我们市政府所打造的 作为我们目前卖的三号地块的小洋楼 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景观带 就是第一点我们的山景 我们的镜头 调转看看我们的三号地块 现在我和Nexley处于位置 在我们的通行一路之上 亦都是中海环宇天下三号地块 三号地块 我们见到面前建的单位 都是一些流程比较矮的洋楼单位 相信大家对洋楼的概念已经很熟悉 我们知道今晚的十里观栏 是一个我们业界标杆洋楼典范 环宇天下更加是典范之中的升级版 可以说是我们的典范Plus 作为新一代洋房设计来说 三号地块 中海环宇天下的洋房 可以说是在每一层上面都落尽心思 彌补了很多我们一般矮层的洋楼 容易出现一个私密度太低的问题 或者是出现一些可能我们采光不够丰富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项目上基本上都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至于如何解决的话 转头Lessie和我都会进到现场 和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致的介绍 非常多谢Leo的介绍 其实在这里我也发表一些想法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海环宇天下位于珠海的十四门CVD 我们买楼很多时候 买CVD一定是城市繁华 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城市繁华之中 竟然旁边还会配有一个我们的自然公园 绝对可以清之上我们的闹钟取静 所以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中海环宇天下的这一块地 为什么会是地王 也可以看到其中之一的价值所在 是的 没错 而且这块地可以为大家带来 一共是有三景的 而今天我们采取外景 选了三个位置和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目前在售当中的地块 分别可以为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景观 除了西面有猫山森林公园之外 我们立即出发 向下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静南 是我们超级无定海景的位置 立即出发 好 事不宜事 好了Leo 刚才看完我们三号地块外面的位置 看了我们关于公园的第一景 现在来到第二景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我身后边和Leslie 站在位置 其实就是属于未来 我们整个环宇天下这个项目 六号 七号 二号 以及八号地块的主入口 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中间看到 绿色棚建的单位在这里 其实它属于五号地块 其实五号地块面前 还有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们Leslie 身处的右手边 我们是会配件给政府一个幼稚园 我们是一个公立幼稚园 配件给政府 这是当然是政府要求的 另外就是 中间我们身处的位置 未来的后边 就是一级的轮理中心 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超市 新鲜的市场 方便大家平时出入买菜 都是一站式 相当方便 另外就是我左手边 靠我们珠海中心 和护展中心的这块地块 就是我们自大的商业 大有机会是一个 中海环宇城 以及我们珠海富华里的 超级终结版本 听这里说 其实来过珠海的朋友 去过富华里玩的 一定都知道 那边来说 液态是相当之丰富 很多香港的朋友 去过珠海富华里 其实跟我聊天 很多时候都说 有点像去上海的新天地 亦都可以看到 这个环宇天下 对于市新屋院的配套来说 伦理中心 商业部分 相当丰富 是的 并不是每一个中海的项目 都可以叫做环宇天下 从我们中海的一些 项目部的负责人的 这个口中我们所知道 可以称之为我们 业界标杆的环宇天下的项目 来说 必定是一个 城市的核心CBD的位置 然后 我的配套肯定是 市面上最全面的大型综合体 再加上 大型公路的枢纽 我们铁路站的枢纽 等等 综合在一个 人居典范的位置 才可以称之为 叫做环宇天下 好了 面前除了有商业 幼稚园和轮女中心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那当然不是 由于这是一个第二景的位置 换言之 我们中间的这一排 层高大概是20到22层高的大面积单位 是一个正南向的纯海景 可以看到三缸交户 以及我们横琴金庸道的景观 一起看一看 好 又要过对码 好 Leslie 不要急着 我们看完这个航拍之后 大家知道了 其实我们前排的这些豪宅单位的景观 肯定是很极致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海景之外 还有没有景观呢 有的 亦都可以看到 我们左手边的这一边的位置 其实正正就是我们珠海的这个 地表建筑之一 珠海中心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夜景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CVD十字门 叫做三缸交汇 夜晚是相当漂亮的 包括澳门塔 珠海中心 以及金庸岛这边的IFS 整体整起身的感觉 真是有一个三件合的feel 没错了 我们第三景 就是前面四号地块的位置 亦都是将来来这段很短的时间 大家可以先买到 可以有城市超级夜景的位置 立即和大家看看 好了 Lio 来到我们所说的第三景 其实我们前面也有透露 位于我们这个第三景 主要的景观 就是望向我们珠海的珠海中心 但是听说 我了解得还不够透彻 你还有更加好的我们的视野 传递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没错了 我和Leslie现在处于位置 就是未来整个项目的四号地块的正入口 当然我们现在在一个地盘的洗车台上面 OK 其实这个四号地块和什么地方最近呢 就是我们身后边 我们珠海市的国际会展中心最近 西边停止一场出来的话 就和我们是门对门 换言之间 其实我们未来 距离十字门大型的双刀板块 都很接近 没错 面前大家看到 蔡洛有志的29层的华法国际商务公寓 我们中间的烟通状的珠海中心大厦 以及前面的Sheraton 全部都是我们门户之状 当然我们四号地块靠近我们的CBD的景观 有一个好的夜景之外 其实它通过面前 其实总层高大概是十层高左右的 互展中心的顶部 望去东面 我们这边是东面 望过去正东面 其实就是我们澳门观光塔的位置 是的 口讲无憑 立刻上去行发 通过画面都可以见到 其实四号地块的景观都是相当之美的 除了东面有我们的城市中央的景观之外 其实我们东南向的位置 其实都是没有遮挡的 没错 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视频影像 看到 这边的view真的不能彈 在我自己来说 香港就一定没有你那么熟悉 因为我作为一个珠海本地人 但是在我自己认为来说 我认为珠海最美的景色 就是这个围港的夜景 是的 我自己作为一个珠海本地人 我可以很负责地跟大家说 我认为珠海最美的view 就是在这一刻 这个地方 望向整个CBD 以及我们的金融岛板块 它的夜晚 未来将会不亚于 这个中国任何一线城市的夜景 没错 一直以来澳门回归的情况之下 国庆 元旦 我们所说的珠澳同城的烟花会演 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说前面 三岗交回的位置 没错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面前 除了我们的施工公道之外 中间这里有一个地盘 这里是哪里的 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门隧道 就是我们四号地块的正前面 这个围栏的位置 未来车路口出来之后 你可以直接下这个隧道 仅仅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对到对面 我们横琴的金融岛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横与天下 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 交通我们的配套 都是市场上最好的产品 没错 所以这种产品 为什么会成为我们2021年 我们最期待的产品 亦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功课 推荐给大家 就是因为这种产品 值得大家来看看 相信大家看了这三个我们的地点之后 一定非常非常关心 究竟项目里面的规模是如何的 记住一定保持收睇 立即带大家去看看 这里进入到中海横与天下的销售中心 首先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豪宅盆 包括豪宅盆 而且加上中海的质素加持 显得大气又有艺术 其实我身后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沙盆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位置 其实讲到这个沙盆 可能我会滔滔不绝 因为我和Leslie 其实来过这个地方很多很多次 针对现场的沙盆 其实我们包括得了它搬出来 因为真的有点圆 怕大家看得不清楚 那Leslie 不如我们以一个问答的形式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现在这个地块 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些规划 好啊 没问题了 今次我作为充当大家的角色 而一个客户的角色去咨询Leo 究竟这个地块这个楼盘有什么好 好啊 那镜头首先来看 Leo 问问你了 我们经常都说 这个十字门作为CVD版块 当然从这个沙盆上看 非常之震撼 三光交汇 那它CVD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看看这个沙盆 沙盆已经将最有价值的三个版块 就展示给大家看的 分别是我们现在看到 最大块面积的我们的 十字门的中央商务区片区 OK 以及十字门隧道正对面 我们横琴自贸区的位置 尤其是我们金融岛的位置 OK 以及我们三光的对岸 我们澳门的位置 那当然我们看到 这条三光交汇的位置 就是西湾大桥连接澳门本岛 以及我们氮仔的位置 所以其实这三大板块的价值 就是这个盘的价值 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盘的处要位置 就是正面望到这三个价值板块的交点的位置 所以其实这个横琴压本身所选取的地块 就是地王之作 所以它价值就是超过105亿 第二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它正对面的金融岛 一定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发展地段 特别在近段时间 成为了粤澳的深度合作开发区 而横琴我们知道 它仅仅只有7%的住宅用地 例如我们的横琴项目 包括中夜夜景公馆等等 的价钱 甚至乎一些我们的标杆户营 去到9万元 平均的均价在7万元 很多外界人士都说 琴奥新城 包括中海环与天下的地块 未来是可以弥补到整个 我们的横琴岛的高端住宅 这个稀缺的板块 究竟又是怎样看呢 首先看回归岛 我们整个地块来说 是一个比较平整的长方形 由于部分的道路 已经是一早已经起好了 所以将我们的项目斩开了 整个一共是8个地块 分别就是最靠近北面 南湾大道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左边1号地块 右边2号地块 而且2号地块的正下 就是我们的城轨十字门站 因为先前我跟大家介绍过 环与天下的所在之处 必定是有铁路宣流总站的位置 而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2号地块 另外就是我们再向南面看 我们梯形的现在圈住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3号地块 3号地块就是环与天下首推的地块 它拥有一系列的低层低密造的小洋房 以及我们大约21层高的2梯4火的塔流 这种产品就是目前发售当中的现本产品 另外3号地块同期的右手边 这里面前只有水晶体的位置就是我们的4号地块 也是刚刚和大家介绍过第三个景观点的位置 通过这个3号地块可以很直观 其实它和我们的互展中心隔一条马路 4号地块的优胜之处就是我们看到 临街的这3个水晶体的位置 它的规划总层高大概是31层 换言之我们的中高层的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晰地 越过我们互展中心的位置 看到我们的珠泰中心 以及我们一缸对岸的澳门观光塔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块的景观也是非常之极致的 另外来到我们的纽黄地块 就是大家看到面前面积最大的地块 我们看到打横的一个长方形 这里就是一个两梯两火的产品 卖的户型也是最大的面积 169平的四房 218平方的四房 正南向是直面望我们三缸交汇的极致海景 非常之靓的海景 另外678地块就是我们的辅助配套地块 分别是我们面前看到最左手边的幼稚园 是我们的6号地块 中间轮里中心是我们的7号地块 以及我们最右手边的8号地块 就是我们的商业规划用地 那我们的商业规划用地 和我们面前的这个喜留灯酒店 是属于同条规划线路 我们未来一站式 拥有我们铁路的孙后总站 拥有我们城市的CVD中心 拥有五星级酒店裙的配套 以及大型的商业配套支持 其实这个盘在我们综合配套的实力上 可以说是市面上最顶端最顶端的这个住手配套 好 这里前面的几个问题都是开胃的 开始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想问些尖锐一点的问题 好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 以及一些包括我们的外景的介绍 我们知道整个屋苑的景色是相当美 但值得留意的是流网地块的景色 当然是不能彈的 但首推的3号地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板楼 以及一些高层塔楼来说 整体观众的视野都会有所遮挡 你当我偏激一点 有所遮挡就不是100分 假设这个项目在完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 我还应不应该投资那么多钱去买它呢 没错 这个地段除了观众之外 其实它更加高的价值 是它本身的迪理位置之上 无论我是投资者或是本地自住的朋友 其实你只要是这里的买家 无论你有没有景色 其实你已经一云一等了 因为本身这个地块价值相当高 当然有景你会更贵 换言之就是你的发售价会更高 那没有景同样的地段 发售价就便宜些 只可以以价钱稍微低一点 和大家满足这方面的缺点 好 当然 刚才所提到的问题 我们三部地块 首先我们的阳楼是一个130平方的四幅 主要我们是看这个山景 主要就是我们看到面前的这几座塔楼 部分单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山景 高楼层越过山景 可以看到我们西南方的海景 另外这一边我们东南向的这几户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景体了 所以这边会便宜些 我只可以跟你说我们价钱稍微便宜些 但总体来说 其实这个盘最极致的就是 应该有的东西它应该都有了 景观这东西我认为是一个附加值 有就肯定会更加好 当然它会更贵 没有的话层楼也不差 好 明白 其实在Leo的介绍里面 我们要知道Viu对于这个项目 只是加分项 为什么它会成为珠海最热门 和这个最瘦到等级的评价楼盘 是因为它最重要的地理位置 以及整体的质素 好 继续问回 我就不会鸡蛋跳骨头 周边的配套我觉得很完美 除了自身大的伦理中心 以及商业之外 旁边也有我们珠海的华法雙都 周边的这个公园设施 也有马拉丘的这个山体公园 并且在交通方面也称得上地铁上角 因为拥有十字门的站点 问一些细节 我想要极致的享受 有没有汇所 其实这个楼盘 我们目前在卖的三号地块和四号地块里面 其实是没有做汇所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大型的维俠式小区 它里面有很多的公家路 将整个屋园分开了八个地块 其实未来最有机会 我们出现规划有汇所的位置 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五号地块 由于五号地块目前是斩半的 我们看到只有三个建好的水晶体位置 这三座就是现推的位置 另外右手边的这一部分 未完全规划完成 未来有机会出现的集中式汇所位置 就有机会出现在五号地块 因为五号地块 其实整个地块来说 是整个盘来说 最贵价值回报最高的位置 所以有私人汇所的位置 就必定会出现在五号地块 另外当然我们面前的八号地块 其实是一个规划的商业用地 未来这一边绝对会有很多 我们一些美容汇所 我们美容美法 我们健身房 瑜伽健身室等等 全部都会在这种靠近富人区的 这些商业者群里面 全部带给大家一站式的配套 好了 其实相当明白 既然听了你的这个介绍之后 我表示到相当感兴趣的情况 目前首推的三号地块 有什么户型呢 可以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好了 那我们洋房的户型 转头我们会有更加细致的模型 先介绍给大家 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塔楼 塔楼是一个十字形的两梯四伙设计 total是会有四座 现在最后加推的位置 就是我们最后的一座 排最后的这一座 其实它是一个两梯四伙设计 前面西南向和东南向这两户 就是127平方的四磅两厅两围 而后面我们两个潮北就是我们的小户型 横厅的设计 105平 都是大精装 另外Nexy问到就是我们 我们临近隔离的四号地块 首推是圆景的三座单位 将会推给大家一个两梯六伙设计 分别是有86平 大家最喜欢的小三房 102平三房 和112平三房 换言之 喜欢三房不同积数的朋友 可以重点考虑我们未来 加推的四号地块的三座 两梯六伙设计 另外我们五号地块 目前大面积的豪宅单位 我们的柳黄都已经面世了 分别是我们见到面前 九座的柳黄和十座的单位 两梯两伙设计 218平方 超过2000尺的四房单位 直线南向望三江交汇的无敌海景 另外我们后排一座 总层高20层 都是两梯两火设计 不过就是一个小一点的单位 169平方的四房 推荐给大家 另外大家最期待的是 我们面对 看到我们后面有三座的位置 这三个地方 都是我们刚刚所第三景出现在的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两梯五火设计 其实这里的户型会更加丰富 不过暂时还未推出 不断加推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继续分享给大家 今次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 一共是会给大家看到 有五个示范弹遗充 不同的角度 分析一下这个楼盆 由小到大的积枢 到底可不可以吸引到给大家 而这个环与天下的装修标准 又能够一贯我们中海高质素的标准 不如我们下一集 再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们的舞异设计 没问题了 非常多谢Leo的详细介绍 相信各位朋友听得非常仔细 假如想了解更加深的详细方式 欢迎订阅上方的电话 联系Leo或是我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更多详细的资料 好 我们今期的中海环与天下的特辑第一集 就到这里 记得收看我们的第二集 拜拜 拜拜